在开始我们的UniApp课程之前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小程序相关的知识。 为我们UniApp后续的课程呢,我们做一些准备。 鉴于可能有些同学呢,对原生小程序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呢,才有接下来的这一小节课。 我会带领同学们呢,简单的了解一下原生小程序的开发。 这里呢,我们只是讲解小程序的一些基本操作。 更多的内容呢,我们这节课不会涉及到。 我们这里就以微信小程序为例,其他的小程序呢,都是大同小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节课是针对不了解小程序开发的同学来讲的。 所以如果有小程序基础,或者开发过小程序的同学呢,完全是可以跳过这一小节的。 如果同学有基础的情况下呢,跳过本节完全是不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课程的。 我们打开浏览器,搜索微信开发者工具。 然后下载我们的微信开发者工具。 我们选择第一个微信开发者工具下载。 然后我们点击,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下载页面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版本。 一个稳定版,一个预发布版和一个开发版。 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稳定版就可以。 不过同学们需要注意自己电脑的一个系统情况。 当前呢,是Windows64位还是32位,或者我们使用MacOS的系统。 当前呢,我的电脑是MacOS,所以我点击最后一个,然后我们点击进行下载。 因为我已经安装过我们的微信开发者工具。 所以,接下来的下载安装呢,这里就不再演示。 希望同学们自己实际操作一下。 下载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第一次打开,可能需要我们登录一下。 打开我们的微信,扫一扫。 然后我们扫一下微码,登录就可以。 登录成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小程序, 然后小游戏和公众号和代码片段。 我们这里呢,只关注小程序就可以。 然后我们点击右面的一个加号,创建我们的项目。 上面呢,可以选择是新建项目还是导入项目。 我们呢,新建一个项目,在项目名称里面,输入我们的一个项目名称。 然后选择一个我们项目的存放的一个目录。 APPID这里呢,我们可以填写我们自己申请的一个APPID, 或者选择微信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测试号。 我们点击测试号,然后开发模式呢,我们选择小程序就可以了。 语言这里呢,我们选择GS,然后我们新建。 新建成功之后呢,这是我们一个初始化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选择一个75%, 让我们的一个模拟器呢,可以全部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开发者工具的一个简单布局。 在上面呢,有三个按钮,分别对应的是一个模拟器。 我们可以关闭或者打开我们的一个模拟器。 然后第二个编辑器呢,可以打开或者关闭我们的一个编辑器。 同样呢,调试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调试控制台。 继续看右边有一个小程序模式。 因为我们只讲小程序的基础嘛,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小程序模式就可以。 插件呢,我们暂且就不再讨论。 然后继续右边呢,有一个编译模式。 编译模式是做什么的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页面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添加一个编译模式。 这里呢,去选择我们的页面。 然后可以去填一下我们的一些启动参数,或者一些场景值之类的。 然后我们点击确认。 这样就可以去预览我们当前选择的一个编译页面。 然后我们切换到普通的一个编译模式。 普通编译模式呢,就是我们的首页index一面。 然后继续看右面有一个编译的按钮。 然后我们点击编译。 这样呢,我们的项目就可以重新编译。 右面呢,有一个预览。 点击预览,会给我们生成一个二维码。 用我们的微信扫一扫呢,扫描这个二维码,就会打开一个开发版的一个小程序。 可以去预览我们当前的一个项目。 右面的这些按钮呢,我们暂时用不到,所以我们就不去详细的去解释它是做什么的。 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自己动手去点一点。 然后看中间的部分。 中间的部分呢,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录。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当前有一个pages的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是做什么的呢? 这里面放的是我们所有的一面,我们全部放在这里。 然后有一个youtube式的文件夹。 它是放了我们的一些工具类。 那我们全部放在这里。 然后app.js,这是我们的一个文件入口。 然后app.json呢,这是我们一个项目的配置。 我们所有的页面啊,包括一些我们全局的一些窗口表现,我们可以在这里去配置。 app.wxss这个文件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我们的一个全局的样式表。 在这里去写的样式呢,我们所有的页面都可以去应用。 最后这两个文件呢,本节课我们暂时用不到。 它也是两个配置文件。 这两个配置文件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参考文档。 我们看新旧的同学呢,可以去看一下它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个页面都是由哪些文件构成的。 首先看我们的pages,index。 index呢,就是当前我们模拟器显示的这一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index文件夹呢,下面有四个文件。 一个index.gs,一个json文件,一个微信ml,一个微信ss。 一共是由这四个文件组成的。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四个文件都是做什么的。 第一个呢,js文件。 js文件是我们当前页面的所有业务逻辑,我们全写在这里。 第二个json文件呢,是我们当前页面的一个配置。 我们可以去选择配置我们的一个导航栏的效果。 比如说当前这个位置,是一个导航栏,导航栏的一个颜色,一个字体颜色,一个前景色,一个背景色等。 我们全在json文件里面去配置。 第三个呢,微信ml,这个文件是做什么的呢? 这里面写的是我们的一个模板,我们的英文模板,我们写在这里。 最后一个微信ss这个文件,是写我们当前页面的样式。 我们注意之前有一个app的微信ss,这是我们全局样式。 index当前我们目录下的呢,是我们当前页面的一个样式。 我们当前页面的样式呢,只会在这个页面去生效。 其他的页面呢,是不会生效的。 这四个文件呢,构成我们的一个文件的一个显示。 这基本上呢,就是现在的一个目录结构。 既然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不知道啊,我们具体去怎么操作,或者怎么去使用我们的一个微信小程序。 然后我们从入口开始,去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小程序应该怎么去开发。 我们来看我们的一个入口文件。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页面调整一下。 我们先把我们的内容删除。 首先呢,入口页呢,我们需要一个app的一个实例,然后我们撬回车选择第一个。 然后我们输入完之后呢,会看到给我们生成了基本的一些生命周期。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unlunch。unlunch是什么呢? 它是当小程序初始化完成时,会触发unlunch。 全局只触发一次。 然后下面呢,会有一个unshow的生命周期。 它是做什么的呢? 当小程序启动,或者从后台进入前台,然后我们会触发我们的unshow。 然后第三个呢,一个unhead,就是当我们的小程序从前台进入后台,会触发unhead。 然后我们来保存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调试器这里呢,会给我们报一个错。 它说我们的use info and find在什么位置呢? 在我们的index.js。 因为之前我们把我们入口页的一些文件删掉了,所以说我们当前index这些文件呢,已经用不到了。 然后我们也把它删掉。 包括这里面的内容呢,我们也给它删掉。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的报错就消失了。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一个入口页呢,来看一下我们这几个生命周期都是做什么的。 首先在unlunch里面呢,我们去写一个输出。 console.log。 我们输出个什么呢? 我们输出一个unlunch。 然后我们在unshow里面,我们输出一个unshow。 同样呢,我们在这里,我们输出一个unhide。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控制台会怎么打印。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先打印了一个unlunch。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unlunch生命周期触发了。 然后我们的一个unshow,unshow呢,也触发了。 然后我发现没有我们的unhide。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当前的一个项目呢,是在前台显示。 unhide呢,是当小程序从前台进入后台。 然后我们来看上面有一个切后台。 就是说我们点击切后台之后,会进入到一个后台的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点击切后台。 现在呢,unhide就已经触发了。 这就是我们入口页的一些生命周期方法。 所以说呢,我们的入口页app.js里面,必须要有一个app的一个实力。 然后才可以正常的去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应用里面。 然后看我们的一个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做什么的呢?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pages里面。 它有两个路径。 这两个路径是什么呢? 它表示我们当前pages下面的这两个页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页面都要在pages里面去注册一下。 然后把我们的路径写到这里。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文件删除。 删除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报错 未找到app.json中定义的pages,然后这个路径,对应的一个微信ml的一个文件。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删掉了嘛。 所以说我们对应pages的这两个文件是找不到对应的路径的。 我们在pages上面右击。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目录。 目录叫什么呢? index,然后我们回车。 然后在index里面呢,我们新建我们的pages。 pages叫什么呢? 就是还是index,通名的。 然后回车之后,我们就会在这里去注册一个index文件。 这四个文件呢,就是构成我们页面的之前说的四个文件嘛。 然后回到我们的pages文件。 可以看到当前呢,给我们生成的这个路径,现在我们把下面两个删掉。 我们暂时不用,我们只留上面对应的pages,下面index的index。 这个index是指的谁呢? 它是指的我们这四个文件,不带互坠的本件的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这样呢,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一个保存就已经消失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index.vcml这个文件里面是我们的模板嘛。 我们可以在这里有一个路径地址,可以看到我们的模拟器右面会显示我们对应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index.js。 这里面呢,跟我们的app.js内容很像。 然后我们把调測器关掉,然后我们放大看一下。 当前呢,它是有一个app的实例。 这里面是一些生命周期。 然后看我们的index.js呢,同样的它有一个配置的一个构造器。 我们必须要使用配置这个构造器来构造我们的页面。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去指定我们的一个初始化数据。 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一些基础的生命周期方法,一个unload,unready。 同样呢,会有一个unshow和unhead的两个生命周期。 这两个生命周期跟我们入口页的两个unshow跟unhead是通明的。 它有什么区别呢? 这两个生命周期呢,我们先看unshow,它是一个监听页面显示。 就是说我们的页面啊,去打开的时候会触发我们的unshow。 当我们的页面隐藏的时候呢,会执行我们的unhead这个生命周期。 而我们的入口页,两个生命周期呢,unshow这是表示我们的一个应用进入前台。 unhead呢,是表示我们的应用进入后台。 这两个我们需要记忆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index.js,然后我们继续向下看,可以看到一个unload。 这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表示是我们的页面卸载会执行。 然后继续看后面还有三个生命周期。 这三个生命周期呢,一个是监听用户下拉动作。 然后呢,一个是页面上拉触底的事件函数。 用户点击右上角分享,这三个生命周期。 在这里呢,我们暂时用不到,我们先把它删掉。 这个呢,我们就不详细的去说明。 这里呢,我只说这些我们常用的生命周期。 在这里都给它打上日志。 看一下我们这些生命周期呢,它的一个执行顺序。 首先呢,在这里我们就直接写上unload。 我们给它加一句话,叫页面加载。 同样呢,我们unready。 这里呢,我们叫页面渲染完毕。 把渲染完成。 我们在unload里面呢,我们去给它输出一个unload。 我们这里是页面显示。 unhead呢,给它输出叫页面隐藏。 这里呢,我们是页面卸载。 这样呢,就把我们所有的生命周期的这些呢,都给它打印一个日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调试器。 那我们重新编译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输出的是unlunch,是我们的入口页里面输出的。 然后是unshow。 这个unshow呢,是我们进入前台去触发的一个unshow。 这是两个输出。 然后看下面是我们的页面输出的。 第一个呢,是unload的。 表示我们的页面开始要加载了。 在这里。 然后呢,输出的是我们的unshow。 也就是架载之后呢,表示我们的页面显示,会触发unshow的生命周期。 最后一个呢,触发的是unready,表示我们的页面呢,渲染完成。 这是它们三个的一个执行顺序。 但是你会发现啊,同样的没有我们的unhead和ununload。 因为我们的页面,既没有卸载,也没有隐藏。 所以这两个是不会执行的。 不 Anda会发生的页面提到的啊。 并且我们的页面提到,